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终终于展开雨夜空 绚烂辉辉煌 创出了国泰民安 星河灿烂的意境 样式的舞美和外景画面搭配的也不错 遗憾的是最后迎唱部分的画面切的全景 没给周深特写 没看过影 如果有直拍希望能够放出来 与评价灯火里的中国相比 更令人关注的是周深首灯春晚舞台 其实唱什么都不重要 和春晚实力派艺术家合唱能端著不垮 已然是一大胜利了 以前流行乐坛歌手不管收入多高 在传统美声歌手的面前是要矮半头儿的 原因无他 后者在唱功上要求要远高于前者 后者背后的努力和付出更高 唱出来无论是音韵还是表现力 感染力均肉眼可见的强于前者 这道正二者同台演唱的时候 流行乐坛的歌手往往是相形见拙 即便被称之为画乐坛 歌后之一的纳英在双英会上 也是被宋祖英无情碾压了 春晚你也看了吧 结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吧 谁能想到周深开始 就是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爱唱歌的小男孩呢 周深唱过了大大小小的舞台 从街边到鸟巢 没奔 从中国好声音到我是歌手 从网络平台到央视 他抓住每一次机会 一手一手的唱出了一片天地 我猜大家心里吧都有那么一些期许 希望他能够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让他的歌声在广大的平台被更多人听到 春晚不同于一般的晚会节目 是政治性娱乐性兼具的 摄影年当中收视最高范围最广的晚会 节目的设计更加精细 经过多轮的连排筛选才能够脱颜而出 演出的时候舞台更是不容有失 对歌手来说也是很好的锻炼和经验 周深第一次春晚登台 就和二十余次登上春晚的歌唱家张也老师合作 真的是荣幸而有压力满满 而周深顶住了压力 用他过硬的专业能力和极高的融合性 恰恰好处地演练了这首《灯火里的中国》成功出圈 让更多人听到并且爱上他的歌 他的歌声动之以情 只要你还有情 无论是爱祖国的深沉 爱父母的乳物 爱情人的缠绵 爱子女的无私 来知识爱生命的豁达 爱自然的纯粹 爱肉小的珍惜 别控制 你总会在周深的歌声当中发现更美好的自己 这背后有多少辛苦和努力 我们不知道 但他永远记得把积极阳光的那一面留给我们 这一切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得来的 周深值得 他真的配得上更大的舞台 作为歌手也是有着自己的使命感 周深在新一代的歌手当中有着顶级的实力 不仅如此 他演绎的多样性 极具活力与生命力 而周深本人呢 草根出身 却是积极向上 精力坎坷 却依旧心性 纯良 品杰高尚 有着极其高级的音乐素养 却活泼开朗 且提起而非常符合主旋律的正能量榜样 这才是真正的娱乐区画 励志爽文男主 周深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努力有用 坚持有用 梦想不时一句空话 所以每次他劝学都觉得他是真诚的 因为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践行着自己的目标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